毕竟是女性的节日 头一天会给自己 有一个小期许 对女性来说 吸引最大的 就那一天会有很多的打折 可能晚上的时候逛逛商场 可能你肯定 有很多三八折的东西 压住性子 不要跟孩子发火 然后尽量要 这一天平稳地过去 周末会带孩子一块儿 出来玩 探个山啊 出去那个 就是到公园里玩一玩 三位都当妈妈了 对 如果孩子问 妈妈你的这个工作 跟这个危害好像 走得比较近的 然后又是有应急突发的情况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呢 她是09年出生 正好就10年的时候 是玉树地震嘛 所以在她一岁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就这样 长期的这种 这样一个状态 有时候会看她写的作文 那她在她的作文里面 体现的话 她会觉得 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 她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个职业 尤其是在新冠之后吧 她觉得我的妈妈的工作呢 能够让疫情平复 虽然她很辛苦 那以妈妈为交往 对对对 所以她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 自己会有一种 什么样减压的方法 在家的时候 我是习惯喜欢做瑜伽的嘛 我出差的时候 也会带个瑜伽店的嘛 对 这个好 这个好 对对对 而且她确实是可以 不太受场地的限制 没错 是的 二位呢 听一些冥想的音乐 然后我是可能会听相声 会去看孩子的书 我们大人 从他的眼睛去看童书的话 是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跟孩子不一样 就有时候感触会不一样 然后让我的思想能够有很大的放松 所以你看你们的生活中寻找的是一种让自己能量简单的放松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是一种回归自然的 能想起来自己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就是上次得知我母亲生病的时候 然后我流泪了 我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因为我经常在外工作 然后我的孩子又小 然后她真的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妈妈怎么跟你谈你的这个职业 是因为我是一个独生人嘛 从小她看着我长大 她所有的心血都在我身上 所以她也以我为自豪 我希望对着敬堂跟她说一声 妈妈你辛苦了 谢谢你 你看三位啊 我们的专家 我们优秀的疾控人 也是三位母亲 你们对幸福的人生是怎么理解的 对这个事呢 有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会对三十岁 对四十岁 对这个年龄会非常恐惧 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一种很焦虑 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有进步了 我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学位 再往后都会在我这个年龄阶段 完成我该做的事 然后再上一个台阶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 回头看我的职业生涯是很完美的 我的婚姻生活也是很幸福的 就是扎扎实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 但是最后留着那个脚印 是幸福的脚印 很棒 很踏实的这种人生观 我跟罗傅一样的感觉 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可能真的是不敢想 我的以后的几年 或者以后的十几年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现在想到 我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实现了我的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然后我的家庭也那么的和睦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是最平凡的人生 平凡就是幸福 平安才是幸福 中国疾控人心理素质真是很强啊 这位就不用问了 这位本来就大大的脸上 你们扛的是国家责任 你们又有幸福的家庭 而你们在谈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时候 你们又那么平淡 而且又那么知足 我觉得就是最优秀的中国人 中国女性的一个形象 一个画面 真的特别特别好 有时候我们老说这个阳光 特别是这种很舒服的阳光 像人的微笑